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豪蒙权贵似乎能无视一些传统 但从能去到好几方太太这件事情上就足以看得出来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虽然不少女性甘愿委身嫁入豪蒙,与别人分享自己的丈夫 但她们却不一定能享受到真正的豪蒙生活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人并不是抱受委屈的女子 而是出身豪蒙的男人王文阳 当年她和内恋上大学生,转头又抛弃幻爱其子的故事 至今都被人紧紧乐道 王文阳出生于1951年,父亲是鼎鼎大名的王用庆 原配则是比他大四岁的陈金文 陈金文热爱书法和绘画,在英国学的也是设计专业 王文阳学的则是物理专业,可谓缝码牛不相机 但由于都是台湾老乡,两人还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次,王文阳受伤住院 陈金文以好友的身份陪床照顾 这让他大为感动 病好以后,便对陈金文展开了追求 陈金文觉得这位弟弟面善,人品也好 于是便答应交往 其实那个时候,王文阳的父亲王永庆已经创业成功 身价高达数十亿 但王文阳却没有对陈金文透露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直到1975年夏天,他从大学毕业 准备去家族集团在美国的分公司上班 才告诉了陈金文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邀请陈金文一同前往 随后,两人一起去了美国 也在美国顺利结婚,并省下了两个孩子 儿子王权仁,女儿王思汗 在美国的那段日子 是陈金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许多年以后,遭到王文阳背叛的陈金文 还向友人透露 当时与丈夫在美国带着孩子 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他觉得十分享受,也很快乐 可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王文阳是王永庆的长子 是接管家族企业的第一人选 上世纪90年代初 因父亲王永庆的要求 王文阳带着陈金文和一双儿女返回台湾 准备接班 不过,王永庆并没有让王文阳直接进入公司高层 而是先让他从集层变起 最开始的时候 他甚至跟普通工人一样住员工宿舍 过着三班道的生活 由于他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工友们都不知道他是集团总裁的儿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 他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并成功加入公司董事会 与此同时 他还在台大兼职副教授 既是集团董事又是名校教授 四十出头的王文阳亦是风光无量 作为他的妻子 陈金文自然也是脸上有光 但是陈金文为人低调 一边在家降服教子 一边在公共名下的南亚塑胶任职 协下之余则待在家里安静地作画 并不像许多豪门女主那样热衷于社交 当时的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和丈夫渐行渐远 1992年 41岁的王文阳在台大任教时 结识了23岁的女学生吕安妮 两人年纪相差18岁 却私底下偷偷交往 作为王文阳的枕边人 陈金文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丈夫的出轨行为 但是他没有伸张 反而主动为王文阳庇护 因为他知道公共王永庆的家规圣焉 一旦让他知晓 必然会影响王文阳的前程 甚至让王文阳的接班之路就此断绝 毕竟王文阳虽然是长子 却不是王永庆唯一的孩子 但没想到的是 陈金文的忍让反而助长了王文阳的嚣张 长此以往 他在妻子面前不再遮掩 而是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 甚至是彻夜不归 由于陈金文总是假装王文阳晚上回家睡觉 导致精明的王永庆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三年后 王文阳的一位随从申请加班费 王永庆才知道儿子的夜生活如此丰富 得知此事的王永庆怒不可遏 然而讽刺的是 还没等到他采取行动 王文阳那边却先捅出了娄子 1995年吕安妮报考台大研究生时 鄙视满分通过 复事的时候却被教授宏明州刷了下来 不甘心的他向法院起诉宏明州 并声称宏明州企图对他进行骚扰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件事没有让宏明州倒台 反倒让王文阳和吕安妮的死情得以曝光 早在吕安妮向学校起诉宏明州的时候 就有人发现他的导师王文阳跟宏明州有过节 于是往学法争端上猜测 而为了找到证据 有人偷偷地跟拍吕安妮 结果就拍到了他和王文阳的约会行为 很快 吕安妮和王文阳又私情这件事 登上了报纸头条 愤怒的王永庆立刻要求王文阳跟吕安妮分手 结果却遭到儿子的拒绝 王文阳还对了他一句 凭什么你能娶三哥老婆 我就不能找个女友 王永庆当场气地说不出话 过了两久才对王文阳说 时代变了 结果王文阳却又对了他一句忍心没变 更让王永庆气愤的是 吕安妮还给他寄来一封长达万字的书信 并在信里声称自己可以做王文阳的二方 然后向王永庆的三房太太 李宝珠侍奉她那样 好好侍奉王文阳 王永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早年花心去了三房太太 还另外交往过几个红颜之计 然而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 多年来他一直低调处理 以免影响自己的形象 可没想到 吕安妮为了上位 居然把他过去不光彩的旧式重提 如此行为无异于往墙口上撞 收到那封万字长信后 王永庆立马解除了 王文阳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 这也等同与宣告王文阳接班无望 值得一提的是 王永庆拒绝吕安妮嫁给儿子当二方 除了跟吕安妮接她伤疤有关外 还跟儿媳陈静文有关 对于大儿媳 王永庆一向很认可 所以吕安妮事件爆发后 她公开力挺陈静文 并放话指认她这个媳妇 还对员工说 陈静文想在南亚塑胶待多久就待多久 但是王永庆的支持 对于陈静文来说 却反而是件坏事 因为此时的王文阳 正为了吕安妮的事 跟父亲闹得不可开交 王永庆越挺陈静文 她自然就越恨陈静文 所以她不但没有回心转意 反而更加高调地跟吕安妮在一起 不久之后 她更是带着吕安妮远走美国 开始自己创业 而被抛弃的陈静文 则陷入了抑郁 可每当有人说王文阳的坏话时 她总是下意识地反驳 还说王文阳本性是好的 让大家不要对她太刻薄 后来王文阳创业需要资金 陈静文还特意卖掉 自己名下的南亚塑胶股票 并把钱全部交给了丈夫 当时她的行为让不少朋友看不下去 有一位朋友还公开吐槽说 静文真傻 人前人后都护着王文阳 委屈去往自己肚里吞 但是陈静文却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傻 她总是幻想着有一天 王文阳能愣子回头 回到自己这位发起的身边 为了让王文阳回形转意 她还信仰了佛教 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 让破裂的家庭早日恢复 可惜一切都是徒劳 王文阳并没有被她的所作所为打动 反而跟吕安妮省下了一个儿子 而陈静文的遭遇 王永庆都看在眼里 但儿子早已长大成人 即使作为父亲 她也没办法把王文阳强行拉回家庭 王永庆能做的 就只有给儿媳陈静文更好的物质待遇 以及坚持不让吕安妮嫁进王家 然而谁也没想到 悲剧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落在陈静文的身上 2007年1月 她在体检中被查出第四期胃癌 消息传出后 亲朋好友们五不落泪 90岁的公公王永庆 更是亲自前往医院探望 并数次流下眼泪 发起病入膏肓 王文阳自然也不能做事 久违回家的她 终于暂时跑下吕安妮 去医院照顾起陈静文 可这个时候才知道浪子回头 显然是太晚了 六个月后 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形的陈静文 在极度抑郁中病逝 让王文阳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陈静文去世后 王文阳多次公开表达后悔之意 而且对于婚姻 她也变得谨慎起来 在被问到什么时候跟吕安妮结婚时 她回答说 这辈子已经签过一张婚姻卖身协议 感觉太恐怖了 所以不会再有第二次 而这番回答等于是委婉地表明了 不会跟吕安妮结婚 果不其然 后来的日子里 王文阳虽然一直跟吕安妮同居 却始终没有领证 王家更是没有接受吕安妮 也是因此 他们的儿子 始终背负着死生子的名头 后来 王永庆去世 留下了庞大的遗产 因为王永庆早把大量的资产 转到海外 并且建成信托基金 所以王文阳等子女 可以分到的资产 只有在台湾的600亿 而这600亿 还必须上缴300亿的税 因为王永庆没有留下遗嘱 所以缴完税的300亿 如何分配 就是一个大问题 经过几年的官司 王永庆的原配 国越南分到了150亿 剩下的妻子跟子女 分到了另外的150亿 而根据这个分配 王文阳也没分到多少 要知道 王永庆公开的 就是9个子女 不过 国越南去世之前 把自己大部分的遗产 交给了王文阳 王文阳有了这部分的遗产 加上自己创业成功赚的钱 再次富裕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之前 王文阳分配家产 她把大部分的资产 留给了与沉浸文神的孩子 而吕安妮跟她的儿子 只分到了12亿的遗产 还不如对方的临头 这让吕安妮非常生气 两个人也因此产生了矛盾 最终在2017年 两个人决定分手 结束了22年的感情 可故事还未结束 一年之后 王文阳因为分手后 无法见到儿子 直接把吕安妮 给告上了法庭 至此 两个人曾经为了爱情 不惜跟世界对抗的人 最终在法庭上见面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 况且 王文阳即便是神家不菲 但与放弃继承人 和钱益的家产比起来 还是有些不值得 有人说 如果他没有放弃钱益资产 也没有选择和吕安妮在一起 而是和陈静文响如以沫 或许如今的成就会更高 但往事已去 世间也没有如果 所以对于王文阳的做法 我们也无需过多评价 只希望如今 已经71岁的他 能安详万年 少一些生活上的烦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